这个教会越来越好 是因为有很多人爱他 有很多人的服侍 我们说一些因为耶稣 我们感谢主 那今天整个的复活节 很重要的就是这首诗歌所说的 因他活着不再惧怕 我深知他掌管明天 丢指辈多重要 因为我们其实对未来充满了恐惧 充满了未知 充满了许多我们里面不能够面对 不知道如何的 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上帝 我们他的主掌管明天 所以我们可以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为他活着 如果他是死的 那么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 只不过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 但因为耶稣复活 胜过了死亡 带给我们最大人生的盼望跟力量 如果有一件事死亡都能够克服 都能够得胜 就没有人间没有什么 但我们不能够得胜 所以基督徒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力量 我们充满对未来的期待 因为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 所以心里面都难有一篇文章 讲到人生无绝境 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一句话呢 人生无绝境 怎么能够说呢 谁敢讲呢 谁能说呢 谁能证明呢 谁能够呈现出这样的信念跟力量呢 感谢主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都可以来述说这个故事 也能够宣信这个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念 那这个故事是说到 有一个民主向我们证明的这件事情 这句话 向我们呈现的这句话 人生无绝境 在二次大战期间呢 有六百万的犹太人遭到屠杀 这个数目呢 几乎是欧洲当时犹太人的一半 也就是犹太人在欧洲 一半的人口都被屠杀 可以说几乎这个民主要完结束了 要再也没有机会再起来了 可是如今我们看到 他们却奇迹式的复国 而且成为今天世界最生动 最活泼 最有创力 最有生命力的一个国家 以色列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 使得犹太人能够从这样的苦难 毁灭中恢复呢 我在讲 这样一个备受打击 这样的被虐待 这样的被伤害毁灭的一个民主 怎么样让他们能够重新站起来 全世界没有别的民主 今天能够像以色列人犹太人这样的 为什么 为什么犹太人可以这样仍然站立呢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是因为他们卓越的信仰 即使环境如此的黑暗绝望 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失去对上帝的盼望 当时在欧洲有一处犹太人的集中营 在墙上写了一首诗 那是一位即将被处死的犹太人 在他最后一个晚上 他所写下的 这首诗的内容 我在以色列他们大屠杀纪念馆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这首诗歌 我的脸留下来 怎么有人可以这样的坚强 这样的信念 那是什么样的信念 我第一次看到图画 我请导游替我办译说 那个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就找到大约 就是这首诗歌的那面 他说即使现在没有阳光 照耀在我身上 我仍然相信太阳的存在 即使现在无法感受到一丝丝的爱 我仍然相信爱的存在 即使现在上帝没有知智骗语 我相信在沉默的背后 上帝仍然存在 这首诗写进了犹太人 对生命的领悟 当他们被虐待 被藐视被伤害 而无法感受到任何爱的时候 他们却依然相信爱的存在 他们紧紧的抓住上帝 会拯救他们的盼望 而即使上帝当时好像是沉默不语 没有回应 正如圣经上的这一段的经历一样 但以理 他三个朋友 他们对那个国王说 我们所事奉的神 能够将我们从烈火中的火摇救出来 王啊 他必救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很深的信念 我们的上帝必救我们 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信念 犹太人一直坚持着这次他们的信念 可是十八节 就有一句为他的信心呈现 他说即或不然 就算上帝你没有照我想的求的回应我 就算是这样 我仍然相信你 而就是这个即或不然 对上帝坚定的信仰 无尽的盼望 使他们能够从一切的艰难打击 甚至绝望中再次站起来 而这就是今天复活节 上帝所要把这个胜过一切环境的力量 能够从一切打击困难中 再起来的力量 今天要尝试在我们的当中 这也是我们今天过复活节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这个对上帝无尽的盼望 成了犹太民主最强大的信念和力量 盼望今天 这个对上帝无尽的盼望 也成为你面对人生的每一天 每一个日子 面对每一天未来 一切的挑战里面 最强大的信念和力量 有了这样的力量信念 没有什么能够打败你 他们 这个信念这个信仰使得犹太人能够从绝望中再次起来 成了今天世界上的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我相信这也是会成为你的人生 叫你成为最强大的人生 有一个最强大的人生 未来一个最重要的信念和信仰在你的里面 所以赵勇基牧师说了 盼望是帮助我们克服生活中困难和绝望的唯一的力量 如果我们失去盼望 一切都将变为毫无意义 这就是 今天我们基督信仰里面 最大的信念力量之一 就是盼望 有一个故事说到 很久以前有一老一小 两个相依为名的瞎子 每日就靠着谈情慢意来维持生活 有一天 这个老瞎子终于支撑不住病倒了 他自知不久即将会离开人世 他就把小瞎子叫到床头 紧紧的拉着小瞎子的手 他吃力的对他说 孩子 我这里有一个秘方 这个秘方可以使你眼睛看见 重见光明 那我要把这个秘方藏在琴的里面 但是你千万要记得 你必须在谈断第一千 第一千根琴玄的时候 才可以把它取出来 老瞎子千组不万组不错 你一定要记得 你必须在谈断第一千根琴玄的时候 才能够拿出来 否则 这个秘方就无效 就没有办法帮助 也没有办法让你眼睛看见 小瞎子流着泪 答应了师父 老瞎子然后就含笑离去了 一年又一年的过去 小瞎子将师父的遗嘱 铭记在心 不停地谈啊 他将每一根谈断的琴玄都收藏着 有一天呢 当小瞎子谈断第一千根琴玄的时候 当年那个弱不经绷的小瞎子 那个少年已经变成了一个 宝金苍苍的长者 他按耐不住心里面的激动跟喜悦 双手颤抖着 慢慢打开他的琴盒 然后取出了秘帮 蓝 别人告诉他说 那只是一张白纸 上面什么都没有 这只小瞎子 顿了一下 突然笑了起来 小瞎子在那一瞬间 他突然明白了师父的用心 虽然是一张白纸 但他从小到老 谈断了一千根琴玄后 他却顿悟了 这个无知秘方的真谛 就是我们一起来读诗 如果心中没有希望 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 人生也会是一片黑暗 亲爱的朋友 心中有希望 是一个人能够生活去 下去最大的动力 就像故事中的小瞎子 无论面对多么的坚困的环境 只要活在希望中 只要活在希望中就看见光明 而这就是我们今天 基督信仰所要传递最重要的信息 就是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 带给我们全人类最大的盼望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说到 我当日所领受 又传给你们的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我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的 一起来说 第三天复活了 再说一次 第三天复活了 再说一次 第三天复活了 再说一次 第三天复活了 我们把最大的掌声 归给我们的神 感谢主 只有耶稣为我们做成的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人生是绝望的 我们人生活在地上 最后的终结就是死亡 但是耶稣复活以后 告诉我们人生的终结 不是死亡 耶稣改变了全人类的命运 从此我们不是等着死 我们不是走向灭亡 走向绝望 走向黑暗 走向死亡 黑暗阴影 而是我们走向 那个全新复活的生命 我们感谢主 因为耶稣的复活 带下了盼望 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绝望 所有的不可能 令人感到绝望的事 因着耶稣的复活 都成了有可能的 有盼望的 是的 我们感谢主 今天我们在这个复活节里 我们提悟到 是人生的旅途充满了挑战 充满了打击 但是那些相信耶稣的人 有一个复活的能力在他里面 我再讲一遍 人生是有很多的困难问题 没有人没有打击 没有一些问题 但是一个有耶稣的人 他里面有一个复活的能力 基督徒啊 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能力 复活的能力 是一个打不败的能力 在我们的里面 叫我们可以让你可以 反败为圣 让你拨云见物 这个复活的能力 可以让你从仇烦中破体而笑 而能带着欢笑 面对人生 诗篇这节圣经 我们大声一起来读 来 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 将我的蚂蚁脱去 给我披上洗了 弟兄姊妹 太好了 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 让这节圣经成为你每一天的经历 成为你的人生的挂号 所以 耶稣的复活 他今天要带给我们就是 要把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 他要脱去我们的麻衣 给我们穿上 喜乐 等一下出门出去 先去领一件衣服 叫什么衣 喜乐 阿们 哇 太好了 弟兄姊妹 感谢主 今天每一个离开的人 都要改穿 今天出去 都发了一件新的衣服给你 就叫做 喜乐袍 每一个人都穿着喜乐袍 明天到办公室 这样跳 阿 阿 你老板说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了 阿 昨天耶稣 我到教堂过复活节 我穿了一件新的衣服 叫做什么衣 喜乐 我穿了一件喜乐 感谢主 弟兄姊妹 这叫做复活 这叫做复活节 改变我们 让我们重新领受 所以今天你要来支取耶稣 复活的能力 上帝会让你再有一次的机会 神要重新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的力量 耶稣的十字架 不只是上我们罪得赦免 死后上天堂 而是要让你在每一天的日子里 要成为你生活每一天的力量 祂来帮助我们成就 我们自己做不到的 我们克服不了的困难 抹不掉的咒诅 任何的问题困难 来到耶稣面前 支取祂复活能力 那个能力可以让我们的人生 翻转过来 就像犹太人一样 遭到这样屠杀式的 灭绝性的屠杀 就好像可以如同 从死里复活一样 重新复活 而成为今天这个世界上最杰出 最有创造力 你知道以色列人是全世界创新 最多创新的国家 很稀奇 这个应该充满了悲哀 这个充满了一个阴影悲哀 因为它的历史充满了悲惨 对不对 可是这个秘筑奇怪了 却充满了生命力 那种活力活泼生动 里面全世界最有创头 创新能力的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在那个地方 太稀奇了 所以感谢主 不管你生命过去发生什么 或许你现在面对什么 我们当中有人 或许你正在婚姻的失败的里面 或许你会觉得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是 对你来讲可能 但是耶稣复活了 这个能力会让那婚姻再度复活过来 所以会破镜 有了耶稣就可以重圆 我不是随便乱讲 我们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 她离婚四年了 想四年了 我想这个已经没有希望 也就结束了 也没有了 充满了创伤痛苦的一个婚姻的结束 而且是四年 但是后来有人带来她信了耶稣 我们感谢主 因为有复活的能力 破镜可以重圆 后来他们又重新复活 再次结婚 两个家庭重新的复活 我们感谢主 对我们只会不管在婚姻 甚至有人 你一辈子你努力了 可是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仍然失败 你可能你回心上之后 这一辈子大概就是这样 没有翻身的机会 是你没有翻身的机会 有了耶稣 祂可以给你第二次的机会 祂要翻转你的人生 我们教会的弟兄 瑞宗弟兄 祂曾经失败欠债 甚至要到一个地步 要跑路的一样 可是如今 祂四个孩子都长大了 都有好的工作 而且甚至祂在北头 还买了他们一辈子 想渴望的一个房子 我们感谢主 上帝可以翻转 每次我看到瑞宗 我就感谢主在他身上 我看见了上帝 给人第二次的机会 耶稣的复活 要翻转你失败的人生 所以今天让我们都来 知取这个复活的能力 上帝要重新 恢复你所失去的一切 在一个聚餐的聚会的里面 有一位男士分享他的故事 这个男士四十几岁 他从九岁就开始 经常的关节疼痛 或许我们当中有人 你一直都有某个疾病缠身 当然有人说 那就与病共处 但是基督徒 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 这个人九岁就开始 关节疼痛 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 恶化到肩膀 七关节 髋关节 都在痛 他很难 痛到很难走路 他常常从下车走到房子 短短的一段路 人家走两分钟 他走一个小时 每天早上起来 他要按摩两个小时 他的关节活动筋骨 才能够出门 然后他去餐会 餐会结束之后 他总是让别人先走 他最后才走 为什么 他因为他心动困难 他不想让人看到 他走路的样子 他越来越灰心 越来越沮丧 从九岁就开始到了 后来因为他的祖父母 就有这个疾病 他的爸爸也在四十几岁的时候 就因这个病而过世 所以他想 他大概他的人生就是这样 他的祖父母是这个病 他的爸爸也是因这个病过世 他恐怕也就是这样 而现在事实上 他全身都痛 他还想大概一辈子都要这样痛过去 可是后来有人不久 有人带他信了耶稣 他相信了耶稣 他里面重新突然有一个爬 他说耶稣复活 所以他相信 耶稣复活的能力要领导他 今天 你相信复活的力量要领导你吗 不管你是从九岁的 或是从二十岁的 耶稣的复活的能力要领导你 因此从那一天开始 他每一天都祷告 这是那个弟兄的一个祷告词 他说我相信神 我信靠神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健康 我相信神医治我能力 过去他看他的祖父 他觉得他人生没希望 过去他看他的父亲四十岁病死 他在看自己的身体 他也觉得自己没希望 可是他从他信了耶稣以后 他开始转弯 他不是看他的祖父 他也不看他的父亲 他也不看他自己 他开始看谁 看耶稣 弟兄姊妹盼望 每一天你要学习开始看耶稣 不要再看你自己 不要再看环境 你要开始转眼看耶稣 所以他里面 他转眼看耶稣 他说我相信神医治的能力 正流向我的身体 我可以活得长久 我可以如圣经的应许 足享长寿 这就是他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天的祷告 每一天祷告 可是经过三年的时间 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觉得这位弟兄的经历 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有时候 我们不晓得为什么 有人祷告 明天就成就 有人的祷告 好像要一段时间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位弟兄却给我们很大的学习 三年什么动静都没有 他也觉得灰心 觉得要放弃 可是他决定要更加的坚定 每一天更坚定的祷告 正像这一段经文的里面 这里亚伯拉罕 他已经快要百岁 想到自己身体如此 沙拉的生意已经断绝 可是他说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什么样 因信心里得坚固 在这一段时间 亚伯拉罕显出了两件事 第一 他想继续两次从那 他的信心不软弱 他的信心 反而因心里得坚固 得个坚固 所以这个弟兄 就继续在这样的信心坚持的里面 就像刚才那首犹太人的诗歌 虽然我看不见 虽然上帝没有回应 虽然我听不见 但是他心里没有失去那个盼望 有一天早上 这位弟兄起来的时候 我发觉 他的关节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不是那么痛了 活动好像比较自如一点 再经过三个月 他的病痛完全消失 完全的不用再依靠药物 所以他说他学了一个 属灵的功课 盼望今天也是我们要学 他说我要比仇敌更坚定的信心 盼望基督徒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比仇敌有更坚定的信心 要向仇敌宣示 即使我祷告了三年 还没有看到病情好转 可是我知道 在我里面的比世界要大 我知道 只要我不断的秩取耶稣复活的能力 我必经历一致 盼望基督徒弟兄姊妹 这位弟兄今天都教导我们这个功课 只要我们不断支取耶稣复活的能力 我必定经历神 不管你现在遭遇什么 你的婚姻 你的家庭 你的身体 让我们都继续活在 耶稣复活的能力的里面 让我们的工作 每天的生活都带着耶稣复活的大能 终于一年之后 这位弟兄完全的得到医治 他的行动一点困难都没有 他从这个家族来的遗传被破除了 弟兄姊妹 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击败了所有的仇敌 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 所以从此祝福释放 一直要临到所有相信的人 听进去 耶稣复活后 所有祝福释放 一直要临到所有相信的人 所以今天 让我们每一个人离开之前 让我们坚定的跟神说 上帝啊 我相信你的应许 我相信耶稣复活的能力 跟主耶稣说 我相信 耶稣我相信你 可以让我的婚姻翻转过来 你可以让我的经济恢复过来 我所失落的 你都要不还给我 对耶稣说 耶稣我相信你的能力 可以释放所有的捆绑 即使是好几代的咒诅 从我祖父 真祖父 祖父 父亲 所有一起来的 上帝 你的大能 复活能力 都要打破他 所有的罪恶 咒诅上帝 耶稣都要为你托除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 我将蒙受丰富的祝福 我必承受上帝的产业 我们感谢主 耶稣的事 为我们迎回了我们所失去的 耶稣的复活 带给我们 永远美好 全新的未来和盼望 只要你愿意今天相信 上帝要来祝福你 让我们今天 一起来到主人的面前 领受之躯 这个复活的大能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透过这首诗歌 让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宣告我们的信心 宣告耶稣 他名叫耶稣 他爱是人 他要医治你 一生信者 有生信者 有生信者 是我罪得胜 但他共分却能证明 就住我这 我这次找到你一件事 这次爱之来 神才 爱之 大名叫耶稣 谢谢你 今天我们宣告耶稣的命在我们的当中 大爱是人 耶稣 你的命大有能力 一生情生 他要医治你 今天带着耶稣的医治了 这次爱之来 神兽 世人 自我最得胜 但他共分却能证明 你救助我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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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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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和人生的苦难一一功课 感谢主 感谢主 面对明天我们充满了盼望 耶稣给你战胜死亡 战胜的死亡 我将祂造他荣耀花 在第三节再尝试我有一天会度过 我有一天 让我们到这首诗歌 宣告我们的信仰 宣告我们的信心 宣告我们你们的信念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一定可以有耶稣 我们可以攻克一切的困难 大声的宣告 祝福 战胜的死亡 阿妹 我将祂造他荣耀花 监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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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天对明 有准备带着信心 不管明天如何 他已经掌管明天他掌管 让我们带着他往前去 感谢祖父再去他 我深知他 感谢 他掌管明天 生命充满的希望 只赢他活着 再一次宣告 赢他活着 赢他活着 我们的天对明天 你一定要带着这样 复活生命的信心 曾经活着 kat Lydia 感谢主 他活着 祢地挢他活着 成恶地挡他活着 祢地挡他活着 祢地挂他活着 祢地挡他活着 就是说祢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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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祢地挡他活着 我深知他活着 我们面对明天 因祂活着 不再惧怕 我深知那 祂长官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我们大声的同声开口来祷告 把祢的信仰宣告出来 把祢的自信 把祢的盼望 把祢的信仰 把耶稣的复活祷告出来 我们感谢主 有姊妹 祢一定要开口祷告 持续这复活的能力在祢的里面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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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喜 我们道圣 Hallelujah 谢谢祢 谢谢祢 恐怕要离开 失败要离开 黑暗要离开 沮丧要离开 沮丧要离开 在耶稣的复活面前 这些都没有位置 没有地位 转眼望主 望耶稣 望着主 支去祂复活的能力 阿们 继续的 我们最后我们想想 主啊祢要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感谢祢 不管你现在面对什么 交诺给祂 相信 咨询 看着祂 今天要成为你的力量 成为你的不过的能力 谢谢我们的主 恩待在我们的当中 阿们 好不好我们有一个祷告 每一个人一定要具体的 不管为你的身体 为你的工作 为你的婚姻 为你的家庭 我们刚才那位弟兄 他从九岁 就一直生病 他认为那么长的疾病 让他觉得没有希望 或许有一些人 你真的今天 你一定要自取 主啊不管过去 或长或短 他已经在你生命里面 带下一个阴影 挫败感 让你觉得不能改变 今天你要交托给神 说主啊 让我坚持的相信 你复活的能力 主啊 你打败了死亡 也可以打败了我的失败 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失败 耶稣的复活 祂要重新让你重新站立起来 你要自取说主啊 我相信 已经在你的里面 每一个人为你一件 你很困难的事情 让他面对他 知取相信 主复活的能力 要在那里面 好不好 我们同声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噢 耶稣啊 面对一个你觉得非常的困难 你觉得你不能改变 你做不到你的家庭 或你的财务 或你人生的经历的某一个 今天带到耶稣的面前 跟犹太人一样相信 他会成为你生命里面最大的力量 让你能够重新翻转最大的力量 他要让你重新再站立起来 他会重新让你再站立起来 他要制服你 他要帮助你 谢谢我们的主 我们宣告你的名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感谢你 在我们的里面 谢谢 相信你 相信你 你必带领我们 突破所有的现状 突破所有的困难 我们感谢你 带着生命 明天充满的盼望 生命充满的希望 面对明天我们知道 你掌管明天 你不能的上帝都能 你做不到的上帝可以 你没有的上帝都有 让他来工作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谢谢主 阿们 最后我有个感动 刚才我们在唱这四歌 基督徒唱这样的歌 因为我们大有盘 我欢喜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所以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 你愿意像基督徒一样 也有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 那些犹太人 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力量 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信仰 所以他们说得出来 亲爱的朋友 你有这样的信仰 你可以跟谁这样的信托 这样的明天呢 你可以跟谁讲说 谁掌管明天吗 你愿意跟我们一样 让耶稣的复活生命 成为你的生命力量 除非你先接受 让耶稣来到里面 当你有了耶稣 你唱这样的歌 你就充满了力量 不然你唱的是一个空的歌 你不晓得在向谁唱 你也不知道谁可以是 你可以这样的信 你今天愿不愿意 耶稣的复活生命的能力 这个信仰成为你的信仰 这个盼望成为你的盼望 这位耶稣成为你的耶稣 所以我要邀请你 这没有人可以替你做决定 只有你可以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你预备好 愿意让耶稣来到你里面 让耶稣的复活 今天也复活在你面前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今天你说耶稣我欢迎你 来到我的生命的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好不好 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 还有没有我们看到了 还有没有有愿意的 请你举手为你祷告 今天让耶稣复活能力要在里面 楼上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请你举手 亲爱的朋友你不要错过了 今天让耶稣的复活来到你生命的里面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请你举手我要为你来祷告 让耶稣复活的生命临到在你的里面 我为你祷告 我要为你祷告耶稣阿们 好不好 请所有弟兄姊妹 特别举手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 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很重要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打开我的心 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从今天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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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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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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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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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复活 随你 应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聚焚 我生之大 大正万名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依祂我人 主主我们感谢祢 今天在这个复活节 我们再次宣告 为我们的主 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埋在地里 三天后死里复活 从此以后 祢打败了一切黑暗死亡的权势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不是都要死亡 我们乃是都要复活 我们谢谢祢 祢复活不但能在成为 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力量 让我们带着祢复活的能力 一个充满了盼望的能力 能够继续奔跑向前 我们今天回家的时候 我们都要穿上这件喜乐的袍子 阿们 我们都要穿上这件喜乐的衣服 回到我们的家中 回到我们的办公室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 阿们 来 这位荣耀归光人 这上面这位每一位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 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 聚会的时间 地点 请上士林凌凉堂官网查询 士林凌凉堂祝您平安喜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